今天要做的实验,我们要试试 我们手上的麦粉,它们的酸和茄子程度 我们有醋,一些细细片 盐,糖,小梳打,洗衣粉 首先,我们将这些材料倒入盒子中 我们已经将刚才的麦粉全部放在盒子中 然后,我们要做的就是,加些水,融化物件 这个醋已经是液体,所以我们就不用加水 第二,这个是细细,我们加少许水 然后,这个是盐 然后,这个是糖 下来 然后是-小梳打 小梳打 最后一个是,洗衣粉 bueno 我们已经加了点水 加入牙签 搅拌牙签 搅拌 變成液體 搅拌 現在已經溶得七七八八了 接下來拿一些獅子 就是這些 然後拿一張 先試醋 放進醋裡 點一點 然後把它放在這裡 這是 醋 用膠紙把它黏在這裡 第二個是VC 然後 又黏在那裡 第三個 第三個是鹽 然後第四個 第四個是 糖 第五個 第五個 第五個是 小梳打 第六個 第六個 最後這個是 洗衣粉 好 我們試完之後 我們現在 將 剛才那些 試紙 對比這個 叫做 PH值 的 色別表 我們會看到 醋 它們 是 紅色的 VC 都是紅色的 所以其實它們的酸性是很強的 另外 鹽 它是橙色的 跟鹽 差不多 顏色 有一點點綠色 有一點點綠色 然後還有 洗衣粉 就會比 小梳打 更加深色 我們 對照了 我們就知道 剛才那幾樣物件 它們的酸鹼值 是多少 可以比較得到